6月29日上午,老艺术家金雅琴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蓝梯举行 北京人艺院长任明、副院长胡村兴及蔡明、英达、李斌、关林到场 中国人艺表演艺术家朱旭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到场 让儿子朱小龙前来送金雅琴最后一程 仪式上金雅琴的女儿牛响玲说 今天大家都来了,妈妈肯定特别欣慰 要感谢电视台,因为她这十年身体不好,就没给她接戏,录了很多节目 她喜欢面对观众,所以这十年她是幸福的 现场,国际老影后,毕生小演员的婉联浓缩了金雅琴的艺术人生 现场播放着她生前最喜爱的小财务演唱的《大鼓唱段》 据悉,金雅琴1950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 1952年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直至退休 金雅琴在北京人艺退休后,她的表演舞台转移到了电影电视领域 曾在1987版电视连续剧《红楼墨周》饰演贾连的如母赵某某 此后更时常受到许多大导演的邀约 在英达指导的家庭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中,她饰演于大妈 这一角色深受观众的喜爱,最被大众熟知 在情景喜剧《贤儿马大姐》中,她又出演刘奶奶 令她的影视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在高熙熙指导的现实题材电视剧《结婚十年》中饰演叶奶奶 还扣创过河冰导演的电影《麦田》 仅仅吟爱,最为了解ome 《 meant逢一切》 正如是下集合的观众 中文字幕志愿悲 追逼容讨论